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因而无论古今中外 人类大到建造一座城市 小到一个村落的悬址 往往都会临近水源 以便人畜引用 农田灌干 正是由于水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非常重要 因此人们对于养育了足足辈辈的一方水源 总归充满感激 可是生活在湖南省稻县点广洞村的村民 却对村中的一池潭水颇为激淡 那么这处潭水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之处呢 稻县位于湖南省南部 隶属于永州市 距离省会长沙约410千米 从稻县向西南行进约30千米 就是神秘水潭的所在地 田广洞村 水潭的面积大约有800平方米 看上去并无任何奇特之处 可村民却说 水潭有着诸多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 据传 水潭边的山丘上有不计其数的鬼仔石像 这些石像高得近一米 矮的只有二三十厘米 有的石像面貌清晰可变 其穿着似乎是古代装束 有的石像面目模糊 甚至四分五裂 仿佛经历了一场劫难 村民说 这些鬼仔石像的魂魄 就隐藏在水潭中 潭中不断冒出的气泡 就是鬼仔在呼吸 因而一旦有人靠近水潭 就会被鬼仔吸走阳气 清泽头晕目眩 呼吸不畅 重则当场昏迷休克 在村民们看来 这是鬼仔石像 对善入禁地者的惩戒 于是当地人将水潭称为鬼仔井 心存畏惧不敢靠近 村民的传说不足为信 奇特现象的背后 很有可能隐藏着未知的自然奥秘 为了解开鬼仔井之谜 并寻找到鬼仔石像 大量出现于此的原因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 邀请了地质专家蔡衍军 一同来到田广洞村进行考察 蔡衍军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对喀斯特地貌以及第四级气候 有着多年的研究 通过检测 蔡衍军研究员发现 鬼仔井中冒出的气泡 实际上是二氧化碳的大量释放 这些现象会导致靠近水潭的人 由于空气中缺氧 而出现呼吸不畅等症状 可是 这些二氧化碳来自于哪里呢 鬼仔井与山丘上的石像 又存在怎样的关联 这时 村民为考察组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鬼仔井是整个田广洞村 农业耕种的水源 寒水通过一些溪流 灌溉着千亩凉田 村民说 鬼仔井虽然面积不大 但水源从不断流 即便大旱之年也未见干涸 对此当地人认为 这也是因为有了鬼仔的故要 根据村民提供的这个信息 蔡衍军回策 在村落周边的崇山峻岭中 很可能有一条 隐藏于地下世界的暗河系统 它水流庞大 并与鬼仔井联通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 潭水中大量二氧化碳的来源 以及水潭永不干涸的现象 就可以找到答案 第二天 在蒙蒙细雨中 科考队开始扩大考察范围 寻找地下暗河的踪迹 一路上荆棘密布 队员们伸一脚浅一脚 小心翼翼地行进着 蔡衍军说 暗河往往都隐藏在 喀斯特洞穴中 因而考察队只要找到溶洞 就很有可能发现暗河 可是考察队沿着周边的山体 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却始终没有发现 溶洞的踪迹 这时记者回想起 曾经在距此不远的阴阳堡中 看到过类似洞穴沉积物的石中乳和石蔓 从那里下手 是否可以找到溶洞呢 蔡衍军得知这一信息后 当即决定前往阴阳堡进行考察 走进阴阳堡 蔡衍军发现 四壁都是灰岩 岩壁上凸起雾 确实是石中乳和石蔓 阴阳堡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溶洞 原来 早期的阴阳堡是一个巨大的溶洞 有一条地下暗河流经这一步 阴阳堡东西两个洞门 正是暗河的出口和入口 由于水流不断冲击 洞穴逐渐被波石扩大 当溶洞发育到一定阶段 动体周边的岩石 无法支撑洞顶的重量时 就发生了坍塌 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阴阳堡 蔡衍军分析认为 当初流经阴阳堡的暗河 极有可能已经下棋到了更深的地下 从巷岛那里 考察队了解到 就在距离阴阳堡东北方向 大约22000米的乐福堂乡 有一个幽深的洞穴 于是考察队决定前往寻找暗河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考察队找到了村民所说的溶洞 走进洞内 一个地势平寒的宽阔洞厅 呈现在考察队员面前 细细查看 考察队发现 洞内十分干燥 洞壁上也没有丝毫流水的痕迹 难道 这个洞穴中 并不存在暗河吗 靠着昏暗的头灯 队员们仿佛穿行在一片 犬崖交错的低矮石林中 一路上蔡衍军不断提醒大家 注意头顶和脚下的岩石变化 小心点啊 这块掉下去 就不知道咋回来了 蔡衍军说 这是一个落水洞 别看洞口不大 但深不可测 一旦坠入其中 后果不堪设想 因而 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 在洞中又穿行了200余米后 突然间 无数大大小小的栗石 出现在了队员们的脚下 蔡衍军发现 这些栗石虽然大小不一 但是非常光滑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栗石 它的摩原程度非常高 它肯定不是原地 产生这些碎屑 而是经过水流长距离搬运 也形成的 蔡衍军告诉我们 眼前的河床堆积物说明 这里曾经是地下暗河的河道 顺着河道 考察队很有可能 会发现暗河的踪迹 然而 只走了不到100米 一处大约10多米深的断崖 就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通过观察四周的环境 蔡衍军认为 暗河很可能已经沿着这处断崖 向更深处下窃而去 由于考察队没有携带专业的探洞设备 因此不得不返回了洞外 离开汉洞之后 考察队来到了附近的村子 打听消息 从一个老乡那里 队员们得知 就在距离汉洞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叫中廊岩的溶洞 这洞里面常年流水潺潺 那么这洞中的溶水是否连通着地下暗河呢 考察队决定对这一处洞穴进行考察 科考队一进入中廊岩 浓重的湿气就扑面而来 岩壁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不时地滴落下来 随着不断深入 水气也越来越重 考察队在行进了三百多米后 壮观瑰丽的景象 猛然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只见层层叠叠的石蔓 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翼闪光 犹如银河直屑的石瀑布 它形成的就是盐溶水 沿着盐壁往下流的过程中 水里面的二氧化碳释放 然后溶液里面的碳酸钙 达到了一个过饱和的状态 那么就在石壁上 形成一层碳酸钙沉浸 然后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 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常壮观的石蔓 一路行进 设置组看到 不仅岩壁上水流的痕迹越发明显 石蔓所在的地面 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小水塘 那么这是否预示着 在洞穴的深处会有暗和存在呢 蔡衍军认为 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些水啊都是这个盐溶系统 这个浅流水系统流出来的 这个山就像到一个大的海绵一样 像到积蓄的很多水 然后呢剩里一点一点的往下就剩 黑暗中队员们一边互相提醒注意安全 一边继续艰难的向前行进 大约一百米后 大家的耳边隐约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 队员们赶忙寻声找了过去 只见在一处斜坡的下方 一条清浙的小溪正在流淌 和着上面 抓住 蔡衍军决定 考察队速流而上 继续向洞穴深处行进 而就在行进了大约二百米之后 暗河终于出现在了考察队员面前 这个地下暗河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滴水啊 和四流水通过不断的汇集 形成了一个小溪 然后汇成一个地下河 不断的流出去 这算比较大的 顺着暗河的流淌方向 行进了大约五十多米后 考察队看到 暗河流入了一个黑幽幽的落水洞 随即消失了 只留下了巨大的轰鸣声 这意味着 暗河已经进入了更深的地下世界 蔡衍军发现 最初探访的汗洞 与暗河所在的中狼岩 虽然高度不同 但却处于同一垂直线上 他分析认为 暗河最初曾在汗洞里流淌 随着流水不断下切 就进入了地势较低的洞穴 中狼岩 之后水流再次下切 通过落水洞流入到了更深的地下 也就是说 这里的溶洞至少有三层 结构较为复杂 对汗洞来讲 它的这个猎息系统是很发育的 它们相互是连通的 它一会儿就写水 是一会儿可以出路 一会儿又流入这个系统 又看不见 一会儿又出现 它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鬼仔岭 可能就是一个出水点而已 考察队再次回到了鬼仔岭 望着四周的山巒 蔡衍军说 这些山体都是石灰岩 裂系密布 大量的雨水通过这些裂系 汇聚到暗河中 就相当于一个天然水库 源源不断地为鬼仔井提供水源 这就是鬼仔井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旱季不干 雨季不落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 雨水在汇聚的过程中 往往融食了较多的碳酸盐 形成碳酸氢盐 由于碳酸氢盐不稳定 会分解为碳酸盐 二氧化碳和水 这就导致了地下水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很高 更为巧合的是 考察中蔡衍军还发现 鬼仔井所在的龙头山 和周边盆地之间 存在一个大断层 鬼仔井恰好位于断裂带上 当岩石中的甲烷 以及二氧化碳气体释放 并向上运移过程中 甲烷气体氧化后 也会产生二氧化碳 并通过裂系释放出来 这又进一步加大了 鬼仔井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至此 有关鬼仔井的谜团 已经基本揭开了 可是仍然有更多的疑问 困扰着考察队的每个成员 这当地人为什么执意说 没有鬼仔的护佑 这鬼仔井里的水就会干涸 那鬼仔石像与鬼仔井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专家告诉我们 想要了解这些石像的来历 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年代上的判断 那么这些鬼仔石像究竟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为了搞清楚鬼仔石像的年代来历 考察队邀请了考古专家 吴顺东 一同参与科考 吴顺东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对考古环境学 有着深入的研究 有着深入的研究 主持了鬼仔井的考古挖掘工作 在仔细查看了这些造型各异的石像后 有一类石像 引起了吴顺东的格外关注 这类石像的头上 仿佛戴了一顶尖尖的帽子 面部扁平 表情颇为怪异 你看啊 但是按照这种眼眉 这样一种眼神的眼睛的构造方式 它是有备于常规的 你看这个都是上翘的 是吧 倒八字形 那么一帮人的眼睛很少出现这样一种 恰恰有可能 这个就像它引入了 当地这样一些这个 制造而来 就已经传承很长时间的 这样一些这个螺系啊 这个它的面具和其他的道具的使用 是有关系的 螺系是我国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形式 广泛流行于我国湖南 四川 贵州等南方地区 它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挪迹 在挪系中 各种人物角色或头戴面具或图面化妆 用大幅度夸张的舞蹈动作进行表演 极具原始舞蹈风格 吴顺东说 有些鬼仔石像的雕刻 正是借鉴了挪系中的面具特点 历史上 道县鬼仔岭地区曾经是瑶族聚居地 因此在这里的挪系面具中 融入了鲜明的瑶族特征 相对而言这种鼻翼这一块就是比较宽展 鼻子显得也还比较粗 那这一块的特征呢 就是实际上它跟瑶族的蹄毛特征 确实有很大程度的相近 这个尖的应该说 就是说还是当地原住民的一张服饰 吴顺东告诉我们 相关部门曾经对鬼仔岭进行为一次考古发掘 结合实相本身的外形特征 专家认为 一些保存比较完好 明显刻有盔甲的武士 应该属于明清时期的雕刻 这个就是包括它的腰带 然后这一类型的应该是 甲州上面的一些纹饰的一些体现 这一类石雕就是说 根据它的这个雕刻的特征 它的服饰特征 那么我们判定它是明清 这两个时期的为主题 那么除了明清时期 这些鬼仔石像 还有哪些年代雕骚而成的呢 专家告诉我们 经过多次研讨 并综合各位专家的观点 文物部门对于已经发现的石像 目前有三个比较清晰的年代判定 这些周深密布石金的石像 年代最早 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面部扁平的石像 很可能是秦汉前后雕骚而成 而这些雕刻工艺比较复杂 精细的石像 则属于元明清时期的产物 这个它是秦汉时期 因为它这个服饰 包括它头部五官 全部在一个平面上面 这是符合那个扁平人生的特性 那么为什么这些石像在上千年间 被持续不断地打制出来 并且安放在这里 它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吴顺东告诉记者 和许多专家一样 一开始对于这些问题 他也百思不得其几 直到有一天 他在鬼仔岭的石碑上 隐约看到了水源处诸进五个字 才终于有了答案 它一个坛子 这个是叫水源处 也就是它立这个碑的时候 它已经明确知道 这就是一个坛 一个明确的这样一种祭祀处 对吧 所以它实际上在这一块 也就是到了清代中后期 它这块区域的性质就很清楚 随后考察队从村民那里 也获取到了一些线索 对这个我们很敬畏的 这个地方 以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准放羊啊 放牛啊 包括是砍柴啊 全部禁止的那时候是 专家推测 在农耕时期 水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 而鬼仔岭水量丰沛 旱季不甘 这在普遍缺水的卡斯特地区 极为罕见 既有泉水的出路 又有气泡的一个出路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奇特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得先为了感觉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大自然一个 赋予它的一个神奇的力量 他们就雕刻一些石像啊 击败这个地方 后来随着人口逐渐稠密 出于生存的需要 人们开始砍伐树林修建房屋 这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也引起了道州官府的重视 因此清朝康熙年间 当地村民自发的在鬼仔岭上修建了石碑 对如何保护鬼仔井做了约定 可是 为什么鬼仔石像主要出现在 新石器时代 秦汉前后 以及原明清三个阶段呢 专家告诉摄制组 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气候的冷暖交替期 而历史上 冷暖交替时期最容易引发战乱 并导致人口大规模迁移 专家解释说 当气候变冷 降水减少 意味着植被带的难移 和原有生存环境的恶化 这对北方和西北地区 以放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 游牧民族来说 狐鱼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 寻求生机 而一个种群的男鱼 会产生蝴蝶效应 进而引发一批又一批 中原农耕民族的男鱼 这样一来 为了基本的土地资源 生存空间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势必会发生冲突 甚至导致战争的开始 而稻县位于湖南 广东广西的交界处 四通八达 自然也未能幸免 有着丰沛水源的 鬼仔岭区域 本是农耕时期 村落悬址的风水宝地 而战事的连年不断 使得原本居住在 这一区域的人们 逐渐迁徙到其他地方 而中原地区的百姓 则迁居到了鬼仔岭附近 这些人来到鬼仔岭区域后 也发现了这里的水盘 旱季不干 雨季不闹 多为神奇 于是就效仿千人 雕草石像 祈求上天庇佑 能够风着雨顺 五谷风登 而随着时间的流适 上千年来 生活在鬼仔岭周边的族群 已经几次变先 后来者对于祖先的习俗 已渐渐模糊 雕刻石像 祭祀神坛的方式 也就此淹没在了历史长河里 事实上 对于生活在鬼仔岭区域的人来说 无论何时 无论是谁 大自然赐予的这一方泉水 都不仅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的希望 也成为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时至今日 每逢重大节日 或者遇到困难 仍然会有一些老乡 来到石像前烧香祈福 其实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贵赠 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 最终成就了鬼仔井的传奇 据了解啊 现如今 典广东村仍然沿袭着 不能够乱动鬼仔岭上的 一草一木的传统 依然爱惜着鬼仔井 这处水源 鬼仔井看似神秘 其实暗含的是 卡斯特地贸区的 地理科学规律 它的存在 不仅滋养着 世世代的生活在这里的人 而且还记录了千百年来 人类移民迁居的传奇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